来自27个国家的3万多名士兵 参加了2022年的冷反应训练 这是一场由挪威领导的国际军事演习 在严寒的挪威具有挑战性的天气环境中举行 一年两次的寒冷天气军事演习 周一在挪威拉开帷幕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 它在2020年被取消 与来自北约合伙伴国的士兵一起 一些文职机构将参加演习 演习将在不同地点举行 直到4月初以测试空中海上和陆地要素 对挪威国防军程 在大约3万名士兵中 14000人是陆军 8000人是水兵和海军部队 其余8000人是空军和驻扎 在挪威各军事基地的各种参谋 从2021年秋季开始 许多部队已经进入该国 为演习进行训练和准备 其中包括3月初 在塞特莫恩进行部队训练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